你知道小青手里抱着的尾巴 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法海胯下这群长尾巴猴子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青蛇上映于1993年 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一部电影 据说内地上映版本相较于原版 整整删除了近17分钟的片段 这17分钟的片段 刚好是整部电影的精华和灵魂所在 电影青蛇里分四界 由上到下一次排序是神人鬼妖 妖乃下下之层 电影最开场法海俯视众生 看着一群样貌七丑无比的人争吵打架 面目丑陋身形怪异 样貌是他们内心的丑恶 和欲望的一种外化 落到法海这位修炼人的眼中 变成了丑陋的容貌 但法海却十分笃定地说了一个字 可当他面对修炼了两百年 却童言合法 先锋道鼓的蜘蛛精时 他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 像是在反问地说了一个字 这位老人是位蜘蛛精 已修炼两百年 法海将他收服 封印于石亭之下 收服完才发现 这位蜘蛛精常年在佛下修行 两百年间未做一件坏事 其灵气附在那串佛珠上不愿散去 顷刻间电闪为鸣 暴雨倾盆而下 法海拿着蜘蛛精的那串佛珠沉思 腰不似腰人不似人 难道自己真的收错了腰 可腰就是腰怎么能承认 这是法海第一次对自己提出了质疑 法海在暴雨中行质疑竹灵 行径间感受到一阵腰气 定睛一看 是一轻一摆两条蛇腰在作怪 再仔细一瞧 发现竹林中有一灵盆孕妇 这两条蛇腰是在为他施法挡雨 法海想向前帮助孕妇 但却发现那位正在灵盆的孕妇 全身裸露 正因为裸露的镜头 这个片段在内地版本遭到删除 想到佛门色剑 法海停住脚步 默念阿弥陀佛 受前面蜘蛛精的影响 法海这次没有收服两条蛇腰 还把蜘蛛精的佛珠留给了他们 清白二妖也在佛珠的灵力下 后面得以修成人身 《青蛇》这部电影 除了想表达人与妖的矛盾 还有人性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 法海这个人物 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最高形式的代表 他斩妖除魔清心寡欲 抵制一切的贪欲欲 裸露的村妇打开了法海人性的开关 让其直视自己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情欲欲 法海在电影里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 难免血气方刚 所以在他看到紫竹林中女人产子的情景 难免浮想翩翩破了色剑 但法力高强如法海 愚昧无知也如法海 他只当这是自己犯错收复蜘蛛精的劫难 无视或者说逃避身而为人最本能的欲望 法海在佛堂内打坐 心神却始终不定 他脑海中不停地回忆着 竹林中裸露的村妇 在欲望的驱使下 村妇原本因为生产而产生的痛苦 身影生在法海的想象中 都变得诱惑起来 大殿中突然出现了无数个白猴子 他们围绕在法海身边 这些白猴子通体纯白 光头还长了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尾巴 如果这样的外形暗示还让你想不出 这些白猴子隐喻着什么的话 电影接下来的镜头就算是明示了 法海凝视着这些白猴子 问他们为何不怕自己 他们钻到法海两腿之间 笑道我们在你那里来的 在佛像前长尾巴的怪物 看似是扰乱佛门禁地的妖孽 实际上则是法海的心魔 直白一点说这是法海的小蝌蚪 法海立马会议 恼羞成怒地杀光了妖精 这段白猴子极具暗示 在内地版本也遭到删除 法海在梦中惊醒 此时佛祖脸上掉下了一块金漆 暗喻法海刚刚的梦境 是在亵渎了无色无欲的如来神帝 无情无欲无贪无念 一直是支撑法海修行的信仰 可此时佛像的金漆已然脱落 也意味着法海信仰发生了动摇 眼前自焚的蒲团 则暗示了法海此刻的浴火焚身 法海深知自己躲不过此劫 所以他决定顺应冥冥中的安排 端午节许仙被献原形的小青吓死 清白二蛇前往昆仑山 盗取南极先翁的灵芝草 法海前来阻拦 白蛇盗得灵芝草先去救人 小青则留下来与法海斗法 道横浅薄的小青当然不是法海的对手 没想到法海并未将他收服 而是要求他助自己修行 如果小青可以乱他定力 那他就放小青走 接下来的一幕 小青青涩的一山随水流飘走 他赤果果那身体游到法海身边 尝试着引诱法海 小时候看的时候是一头雾水 长大之后才明白这一段到底什么意思 法海说过让小青助自己修行 怎么个修行法呢 这里该刻苦下欢喜佛的概念了 欢喜佛是一种心性和佛性的修炼 也就是教义上的以欲治愈 法海想要和小青实现双修 那他想修的就是佛家的欢喜禅 当男女做完不可描述的事情后 男方不准发射 才能达到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境界 小青跟法海说 想不到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情理细品 如果没发生点什么 小青何出此言 这场斗法大概是持续了整个晚上 云雨一夜后 第二天法海依旧屹立不倒 法海的半个身体浸在水里 小青在他面前 怀里紧抱着一条粗壮的蛇尾 深情且魅惑 他和小青在水中这段 很多人都没看懂什么意思 小青抱着一条黑色巨蟒 脸上露出极其销魂的表情 时不时发出一声声声音 尾巴是小青的吗 不是的 小青是青蛇 应该是青色的 前面小青的真身曾出现过 它是一条通体翠绿色的巨蛇 而这条尾巴明显是灰黑色的 何况小青的眉腿不是还好好在那里吗 它那条眉腿缠绕在灰黑色的尾巴上 也就说它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现圆形 所以这条巨大的尾巴 根本不是小青自己的 而应该是法海的 法海作为一个修炼二十年的和尚 居然能轻易制服二百年的蜘蛛精 就连修炼千年的白蛇都要近而远之 修炼二十年却有这样的道行 普通人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说是神佛转世 便说得通了 青蛇片为曲叫默呼洛迦 默呼洛迦是大蟒蛇神 又称地龙 是佛教神奇天龙八部之一 担任佛门护法之职 诸佛之间唯有它蟒头人身 经藏之中 亦有它流传后世 青蛇白蛇是妖不是神 大蟒蛇神应该就是法海 法海咒语是大威天龙 水漫金山是幻化龙身 蛇修到一定境界成龙 年纪轻轻就有佛光菩提护体 可见法海是神佛转世无疑 他的前世应该是大蟒蛇神魔护罗家 再和小青交配献出了真身本体 古代常以蛇来比喻男子的某个私处 法海和小青在水中交合 下半身泡在水中 这条尾巴就是法海的私处 李璧华的原著是这么描写的 法海定力开始失常 他那条绚丽夺目的彩虹开始变得暗淡 随后逐渐消失 突然身下喷出巨大的气泡 水面开始沸腾 为什么会有气泡 在古代男生某个地方有反应 便会被比喻为气的运行 是的 法海控制不住自己一泄千里了 有一种说法 是小青引来了另外一条雄性巨蟒 在法海面前交配 以此来扰乱他的定力 而法海也因为看到了这个过程 而开始有了反应 这个说法也挺容易被推翻的 在引诱法海之初 小青明明白白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小青此时把手伸进法海两腿之间 说了一句你输给我了 小青到底没了哪里请自行脑补 他们两个都把第一次给了对方 法海最终还是敌不过温柔香 徐克用极其隐晦的方式 将法海与青蛇的好事呈现了出来 可法海不肯承认自己输了 恼羞成怒 赶走了小青 开始走上破坏别人美满家庭的道路 法海对于人的定义太过狭隘了 他对内扼杀自己的欲望 对外斩妖除魔除去世间的欲望 自以为这样是普渡众生为大家好 可他未免也太浅薄和自以为是了 人类的繁衍 不就是在无穷无尽的欲望下延续的吗 如果人没有最基本的欲望 何来繁衍种族兴旺人群 法海和小青斗法败了 但却败得心不甘情不悦 所以才有了后面劫走许仙 逼他出家入佛的戏码 他在以这种看似是替天行道的方式 来发泄自己的私欲 和掩饰自己的不堪 白蛇为救许仙水漫金山 却因为动了胎气孩子即将临盆 导致法术失禁不受控制 江水开始刀灌 淹死了千千万万的百姓 法海见白蛇铸成大错涂炭生灵 怒斥蛇妖姐妹自毁修行 白蛇铲子与开头夫人铲子相对应 法海发现自己败得一塌糊涂 他原来一直都在跟人作对 最后白蛇丧生雷锋塔下 小青悟到 法海也破除了心魔 前面还在蛇妖蛇妖地叫 后面却深情地叫了一句 如此温柔的法海实属罕见 这一句小青隐藏着对青蛇多少的感情 或许肯承认自己输了 或许经过那一夜情 已经对小青动了真情 法海对白素珍是满怀愧疚的 他对小青是心疼的 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温柔地叫他小青 这是他在整部电影里 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 剑拔弩张地骂他蛇妖 心里那尊佛像倒塌后 他对他对称呼 由蛇妖变成了小青 感知过痛苦 才能知道世人为何所痛 真正成为人才能做到普渡众生 这个道理 法海终于懂了 生命诞生于欲望而终结于爱 青蛇原著里一句话说得好 爱情不是太我 便是太他 不是裴静 便是全盈